金瓣又来了 占卜时报 健康体重管理师 今天要介绍呢 吃汉堡 吃汉堡还可以减肥 没有错 吃汉堡也是很明确的选择 很均衡的一餐 为什么 你还跟各位说 高CP值 我的最爱的一餐 拜拜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餐 不用怀疑 就是这样子 一个大麦克 一个筋纳鸡腿吧 然后再一个BLT 一个小薯条 然后还有一个鸡块 那各位都会觉得说 哇 都是油的吧 油渣类的 那最基础这个也是很均衡的一餐 只是少了一点点什么 蔬菜的部分 玉米浓汤呢 因为我都会换饮料 我是买一个set 因为麦当劳我也破解了 你也可以问我怎么吃 我会教你怎么吃 这个BLT 我买一个套餐 然后我套餐换鸡块 换鸡腿 酥条 酥条以前我都吃大份的 这样子我们吃小费的变成的 所以就是小份的 这最适合我们饮用 食用 份量 你如果大份的一定超量 然后呢 这个 鸡腿啊 我都会去皮 只会吃肉 皮 如果喜欢吃 年轻人你就吃 但是我们已经不年轻了 所以我尽量把皮去掉 这是一个 好 那浓汤呢 这一杯我就留给年轻人喝了 基本上我是不碰的 因为它太甜了 这个不行 那我的饮料的来源呢 我会用另外一杯 这个叫乳清蛋白 你缺了这些东西呢 的蛋白质 因为我说要有油 要有肉 要有蔬菜 这三个东西 然后我的饮料呢 我们会有饮料 有时候在外面 你只要泡一点点啊 蛋白质粉 这个是满分的东西 这一杯的蛋白质 我泡了两尺半 还有80公克 可以吸收到八成到九成 所以大概会有70公克的蛋白质 这个算一下 其实我一餐的蛋白质就出来了 这个大概有十嘛 这个也算是 算五就好了 这个两个 这个好 大麦克 因为它有两层牛肉 然后它有三块汉堡肉 对不对 我都会把上面这个啊 敬念不吃 因为淀粉太多了 不能太多的淀粉 淀粉还是要拿掉 然后就是把这个汉堡 然后再加这个 静耐滴腿堡的汉堡皮 然后再把它加上去 整个很大颗这样吃 有时候啦 然后啊 这个汉堡的淀粉 我们可以吃最少最好 然后三个汉堡肉 我们就把三个汉堡的淀粉皮 我们就拿一个出来 我拿两个都可以 因为这边也有淀粉 所以我会去掉两个 因为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就把上面把它加上去 然后示范一下 我都这样吃啦 正常会出爽爽 就是一个汉堡排 然后它这个下面也是没有隔掉的 所以我会留下 然后那个就是小黄好康 然后就这样加上去 这个就是我的特制汉堡 这是一颗 然后再加15条 这是第二颗 然后BLT我很推的原因是 因为它的蔬菜太满了 它真的有油 油是什么 培根 培根 它的培根很赞 培根这个有油脂的 然后蔬菜这边也是很满 然后这边又有美乃滋这个 这个是OK的 这个是有油又有肉又有淀粉 这个是非常 一般人啊 你只要吃这个 这边是我一餐 这边我吃这么一餐 这边两千卡油 这一餐我吃完我是没吃的 但是你们不用依我这样子吃 依每个人的体重 自己去平均分配 自己的基础代谢力 把它吃一煮以后呢 然后去把它分餐说 你要吃在哪一餐 好不好 三餐啊 正常你如果吃一个汉堡 不会饱 你就是要加一个 補清蛋白最低汉堡 因为如果你搭这个 会真的很漂亮 然后几条这个是一定可以吃的 不用害怕 吃最小包的 你不要吃太大包 你不要跟我说 你吃大份的 说受不了 那个我也没办法 麦当劳就饮料 跟玉米浓汤少碰 其他我觉得都还OK 那淀粉皮这个就看你怎么吃 你看这个汉堡 特性的汉堡不是很漂亮吗 很大颗 我都拿这样吃 哎呦 这样有大厚吗 赞吼 然后就这样 咬一口 其实这样子吃真的很惊狠 没有乱讲 这个真的你试试看就知道 这个怎么吃你也不会胖 而且我只要吃这样子 我明天还可以瘦0.3公斤 真的 就是会瘦 每天呢 大概是这样 这个也很好吃啊 这个蔬菜是目前麦当劳最漂亮的 刚才知道我要拍照会很漂亮 蔬菜花 然后鸡腿排这个 就真的去个皮 这样子都OK了 然后这边留给小黄吃 盖也可以配薯条 你的饮食顺序啊 第一口一定要有肉 然后第二口才能去吃蔬菜 第三口再去吃淀粉 这样就对了 但是你如果吃汉堡呢 你要这样挑吗 不用 为什么 因为这边就是整个平均都在这边 你就咬就对了 有油有肉都可以缓冲了 所以这一餐血糖子会比较平稳 也不会呛的太高 这个就是对的 但是你如果一开始就从玉米浓汤下手了 或者是从薯条就下手了 那完蛋了 血糖一定要上升 这个是不变道理 可以自己去量量看 因为我们都是有 估计在测血糖 这个以前都有玩过了 你可以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平稳血糖以后呢 我们会让我们的脂肪 真的会瘦得很漂亮 大概就这样子咯 我要开始出了 好不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真的这个汉堡是真的可以减重 我已经破解它了 有需要可以问我 我很喜欢吃麦当劳 就是吃不胖 以前说垃圾食物 啊对 我要说的是什么 来来来忘记讲 有没有发现啊 我们的薯条 薯条 人家说这包薯条 好啦薯条 或者是鸡块 鸡块来了 鸡块来了 鸡块 鸡块来了 好你看哦 今天我用 我先把镜头又翻过去 鸡块鸡块好了 你如果正常去外面的炸鸡店啊 你如果这样扒汤 你如果你用两只手啊 你把它捞到油漏漏 就是油腻腻的感觉 油油的对不对 你看油油的 很油 皮我不吃嘛 皮我先不吃 因为皮我本身比较少碰 因为就是不行碰它 这个虽然很好吃的东西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就是先放弃它一阵子 等我站到99公斤的时候呢 再开始吃 最只要你看 我要碰它你看加鸡丁 在外面任何一个炸鸡蛋 或者是咸酥鸡啊 东山丫头啊 先吃一口 看了它 超讚 你看很油对不对 熟 没有时间讲话 这个时候呢 只要用出擦了一张面纸 有没有看到一张面纸 好 一张面纸 看哦 我擦一擦 什么是好油 为什么这个他们的油炸类可以吃 你如果去一般外面炸的油炸类 不管你吃汉堡 还是吃什么炸鸡的便当 反正就是油炸类的 你看我的手的油怎样 没有很神奇 基本上它已经干净了 你知道吗 你如果一般的 一般的便当 那种鸡腿 你这样搅拌了 你有带着用 大家可以 你如果用一张面纸 这样擦得干净 真的就厉害了 那个就是可以吃的油 这个就是好油 这个油脂对我们的打固醇非常重要 感胆相遭一定是有了问题 有没有看到 水吧 那你如果再用一点 那个饮料 因为正常都会红茶 我们再说一点湿湿的 欸 手是干净的 你知道吗 手就这样干净的 继继继续工作 试看 水咖 有没有 就真的变得很干净 也不会油腻 这个就是好油 你们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我在说什么 这个很重要的一环 OK 这个真的这样子拿着吃很习惯 但是那个熟的油 真的很重要 好不好 自己试试看 我肚子饿要吃了 谢谢 拜拜